大传逼你们好,我是造飞机的马哈耶夫 但是这期我有点不务正业,不讲飞机 你先别退出,咱讲的东西照样高大上 核电站1月30号,中和集团宣布 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在福建福清投入商业运行 这个华龙一号可给我们长脸了 直接把我国的核电技术推到了世界第一方队 成为在美国、法国和老毛子之后 第四个掌握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 不得不说我是有点激动的 但是更让我激动的还在后面 新闻报道上总会出现一句话 说华龙一号采用能动和非能动 相结合的安全系统 哎呦我天,这不巧了吗 核电站非能动安全系统 我就参与过这个项目呀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 啥是能动,啥是非能动 新闻上提的这个非能动自然之力 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能动和非能动结合 它疗效就更好 当然啊,能讲的讲,不能讲的 咱点到为止 核电站的工作原理 大部分人应该都明白 发电原理和火电厂大差不差 就是烧热水嘛 无非就是烧水的热量 从烧煤变成了核雷变 也是用了那句老话 人类文明的进步 只是改变了烧热水的方式 核雷变发热和烧煤发热可不一样 煤烧完之后就是一堆煤灰 用来铺路都没事 但是核电站用完的核燃料棒 也就是发燃料棒 可是很危险的 每个有核电站的国家 处理这个东西它都头疼 一个原因就是它有很强的辐射性 另一个就是它还一直在发热 一直发热就意味着 你存储这个乏燃料棒 就要想办法把它放出的热量散出去 不然热量累积 什么储存设备都给你烧坏 比如这个乏燃料棒放到水池里 这水会被加热 为了防止水被烧沸腾 就要给水降温 水降温的方式就分两种 能动和非能动 回到我们的正题了 能动也就是有能量 它才能动起来 很好解决啊 比如搞个水泵 水泵抽水 让水池里面的水循环起来 把热量排给空气 举个很好的例子 电脑的水冷机箱 原理和这个一毛一样 把CPU的热量 经过循环水传递给空气 这种能动的安全系统 正常工作起来 降温效果很好 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能动的 需要输入能量 比如电 这就很脆弱了 一旦断电 那可就怕窝了 最近的例子就是 日本的福岛核电站 地震之后断电了 最后不是出事了吗 日本这个核泄漏 属实给全世界上了一颗呀 所以咱们这个核电站的设计 也吸取了日本核泄漏的教训 更加重视了非能动系统 非能动 也就是不需要能量 它就能动起来 这就很神奇了 具体咋做的呢 它用到的主要设备 是热管 很多人应该听说过热管 因为现在电脑 甚至手机的散热 都会用到这玩意儿 热管的散热效果很好 有多好呢 铜导热很厉害吧 热管差不多是铜的二三百倍 它的工作原理 就是它是一个管子 分为蒸发段和冷凝段 里面充的有液体 具体是啥液体 看你想怎么用 理论上说 只要这个液体能蒸发 能液化就行 比如水 酒精 水银 这个液体在蒸发段吸热 一吸热就气化了 膨胀了 膨胀之后压力就变大 然后这个气体在压差的作用下 往冷凝段跑 跑到冷凝段 再放着 重新变成液体 然后这个液体在毛细力 或者在重力的作用下 又流到蒸发段 可以重新气化其热 一直转圈 把热量从蒸发段 运到冷凝段 听明白了吧 很好理解 它工作起来用的 所谓的自然之力 不是混原功法 没这么养气 说白了就是气体 从蒸发段 往冷凝段跑的压力差 还有液体 从冷凝段 回到蒸发段的毛细力 或者重力 毛细力 我记得还是初中学的 明白了热管的工作原理 你就想 比如弄很多很多热管 把它的蒸发段 放到装乏燃料棒的水池里 冷凝段放到外面 蒸发段在水池里吸热 冷凝段在外面放热 一直循环 把水池里面的热量 搬到外面 给水降温 当然啊 这个非能动系统 它降温效率 肯定比不上能动系统 注定只能是个备胎 很可能从装上到退休 一辈子都用不上 毕竟核电站停电的情况 说百年一月 不算夸张 其实热管 还有个更有名的用处 那就是在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不是要经过冻土区吗 这个冻土 冬天还好 是硬的 但是夏天温度高了 冻土就换了 一换就变软 对上面的铁轨威胁很大 后来解决这个冻土问题 用的就是热管 在铁道两边的地下 插了很多热管 也就是蒸发段埋到地下 冷凝段伸出来 夏天蒸发段在土里面吸热 然后把热量排出去 防止土温度升高 不升高就不会换了 也不用电 很神奇是不是 这就是自然之理 借着这个滑龙一号的投入运营 给大家讲讲 啥是非能动系统 原理其实并不复杂 你肯定一看就懂 如果感觉没用了 只是又正假了 来大方点点个赞 我是马卡耶夫 下期见